Hello 大家好 我是文和 今天是12月3号 我这个房间的话是迁到明天的 所以明天晚上我会飞德里 我在今日头条上认识的一个湖南老乡 他是深圳一个公司常派住在德里这边的 已经在那边待了一两年了 所以他叫我先过去他那里 包括我那个货现在昨天已经寄过去了 也是准备把它放到他那里 明年过来再弄的话 然后就继续弄 如果不来的话就让他或他的同事帮我带回去 今天的话因为没什么事情 就跟大家弄两个视频吧 第一个视频就是讲一下 印度真的有没有那么差 然后印度到底有没有未来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中国人在印度 做生意为什么这么难 我会放到另外一个视频 当然我所有的观点都是我个人观点 就是经过这一 至于之前的经验 包括之前在网上看的很多视频 关于印度的一些大概的历史的了解 包括宗教这些 再加上这一个月来在这边所经历的一切 所以我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吧 当然我并不是什么硬吹 肯定也不是什么硬黑 我只是客观的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国家到底是有没有 就是我理解从了印度吧 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 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听一下 然后今天就谈第一个就是说 印度到底有没有那么差 然后印度到底有没有未来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 我讲还是应该算是一个比较肯定的 因为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就谈几点吧 第一个谈一下犯罪率 第二个谈一下那个常务比 第三个的话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穷人家的孩子 到底在这边有没有未来 然后第一个的话犯罪率 其实印度的刑事犯罪率 其实并不比中国高 甚至要比中国还要低 大家经常在网上看到的 就是什么印度的强奸杀人啊 左一个强奸案啊 右一个强奸案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 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枪击案件 有没有听到什么那个 很严重的什么刑事犯罪啊 乱七就是那些校园砍杀事件啊 等等等等 在我印象里面是没有的 为什么会没有呢 其实这个所有的东西 都跟他的宗教 包括跟他的信仰 包括跟他的历史 跟他这个种姓制度有关 因为你知道吗 普通印度人家里面是没有刀的 就是不管大刀小刀 基本上都没有刀 那大家肯定期待 为什么那怎么去切菜呢 其实切菜很容易 你们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我之前拍视频 包括其他女友拍视频 人家是把刀固定在那个 一个架子上面的 是用东西去撞的 就是他们是不愿意主动去 那个在中间里面就是说 我用刀直接去切 就是我要阻光能动性的是要杀他 这就是犯罪 这就是说干坏事 也不是犯罪吧 所以他们是愿意拿东西去撞它 是他自己撞上去的 所以在他们 在包括朋友 之前朋友家里面是没有刀的 后面我因为要做中国菜 我不喜欢用那种刀 然后找了半天 找了一个水果刀给我 后面找了一套西式的刀 就是没有这种刀 那你刀都没有 那你说去像国内什么砍杀事件事 什么幼儿园门口 然后一砍砍十几个 你怎么可能吗 从来没有过 那大家肯定有说那你拍那个买羊肉的视频 那人家也是那样子多啊 但是你要知道去从事那种行业的都是属于低中心的 都属于社会低层的 其实他们不是愿意去做 而是说被逼的 或者说没有其他选择 然后去弄的 所以他们在整个社会就属于低层 他们更不可能拿着刀去砍人啊去杀人 那枪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 根本就没有枪 印度的你看一般的这种警察也好 包括街上的这种 最多就是戴戈棍 戴戈棍在那里指挥 所以说这些犯罪工具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你说这种强奸案 强奸案其实这个跟他的女性的地位 社会低有关系 并不是说 跟强奸案的话 其实跟他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女性的社会地位低 他们这边就是男女的这种 怎么讲 比例也是严重失衡 另外一个的话 女性的社会地位比较低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吧 其实我做这么多年外貌 包括我去长会也好 去实际上那边也好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印度的女客户 就是女的做生意的 基本上1%都没有 也许有 但是绝对不是属于领导杆位 或是管理范围 最多也就是打打领工 或者说做文员之类的 像这边的话 超市当然很多都是女员工 她本身失衣率也很低 也很高 好像近代的话30%以上 另外的刑事犯罪这一块 你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印度的 这个这边的银行 我是因为这几次开那个银行张 我去过几个银行 你知道印度的银行是不像国内那样 就是全封闭的 它是开放式的 就是你随便可以进 进了之后那个 里面就是那个现金柜台 就是那个存钱的地方 它上面都是没封掉的 你要想一下 如果在印度 你要去抢个银行 那多容易 你拿把枪冲进去 直接就翻进去 然后就把钱都带走了 而且这边的那个 就是出警的效率 就是你报警 估计很久很久才会来 所以说 要像国内的话 我靠这种东西 你说 那抢个银行 那不是很容易 甚至很多 我前两天还看新闻 什么北部那边 有些银行都没保安的 就是你自己去存 然后那个摄像头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想一下 这个东西你能理解吗 然后在街上 因为我之前注意过 在印度所有的街上 在京南这边 是没有一个交通摄像头 就不存在 就是说像深圳一样 我靠 二十米一个摄像头 是不是一个摄像头 是二十米就一排摄像头 几百米一排摄像头 在京南是没有摄像头的 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 大家下来看看 如果不严重的话 你就直接走了 都不报保险的 我之前问我朋友说 他把那个车 一年交多少保险 人家叫三百多块 一年就叫三百多块 一天就是十块钱 人家在国内的话 你怎么的 也得两千多三千多 这十块钱吧 当然这个买保险 第一我觉得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那个 这边的车的价值 本身就很低 都是基本上是六七万的车 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车 有奔驰 我也看见过奔驰 宝马 某某奥迪这些 但是整体比例很低 所以说你这样一个国家 你说犯罪率到底是高还是低呢 而且很多东西在国内 在这边是不可能有一些 这样的犯罪 比如说电信照片 这边会不会有 不会有的 绝对不会有的 我回头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电信照片没有 第二个 这种 这种造 那种现金贷 什么贷款 这两年比较流行的 在这边印度 你说能不能做 做不了的 为什么中国人会跑到什么东南亚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那边去弄这种现金贷 这没有人敢来印度做现金贷 是没有这种的 做不了的 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 第二个就是 扯到第二个问题 长付比高 什么叫长付比 就是一个人很有钱 但是他会表现得很低调 大家肯定很奇怪 为什么 就是很简单 拿我之前朋友的 他们家做例子 他们家是有一百多万的 不是说这种几万块钱 或很穷的 但是几万 一百多万的家里面 你看 唯一一张床 后面是让给我睡的 他们就是睡地上 那睡地上 当然不是说因为穷 他们是跟宗教也有关系 包括吃饭坐地上 然后睡觉睡地上 他们真的就是打开席子就睡了 我刚开始还以为 这边是不是没有床卖 后面我去那个家居城 看了一下 是有床的 但为什么不去买呢 这样子对身体也好 对那个也好 他们我觉得会更好 但是 他们就不买 很多人会起来说 怎么可能有一百多万 看那样子也不像一百多万 什么家具 什么东西没有 他们真的是那个 你想一下 他爸做一个心脏学方面的专家 一个这么老的意思 从一几十年 你知道 他一 比如说一天他赚三百块钱 哪怕就只赚两百块钱 他一天最多拿出二十块钱 来买这些东西 其他钱全部盛起来的 就是他不会提前消费的 所以说这也是 就是大家这边的人 所有的人习惯性的 就是我要把钱赚了之后 我就存到银行里面去 就不要就是说提前消费 更不可能提前消费 所以在这边没有信用卡的 很少很少有人有信用卡 信用卡就算银行发行信用卡 也是给那些富人的 因为穷人他们是不敢发给他的 到时候还不上怎么办 一大堆的烂账是不是 那给富人 富人本身就有钱 我干嘛办个信用卡 就多不方便是不是 所以这边就没有信用卡的 那就不可能提前消费 不可能提前消费的话 那你说这种现金贷 这种乱七八糟 国内什么裸带乱七八糟的 有吗 不可能有吗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这边所有的人 都是这样的 都是努力一辈子存钱 存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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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不会提前消费的 不像国内 你知道现在 试用卡发行的多慌难 平均这种年轻一代 包括我自己 都欠了银行多少钱 是不是 但是这边都不会的 从来不敢 有人敢欠银行的钱的 都是看银行 你那里存的多少钱 而且这边你去银行开卡 我朋友告诉我 你不是你拿个身份证去开 他就会给你开了 他就是说 他会 他银行他会觉得 我有这么多储夫 会有这么多 我只想别人把 就是那些富人 或者是有工资 有各种 就是工作比较稳定的人 他把钱存到我这里 你穷人 你开个户 你又没钱存进来 我给你开干嘛 那会有时间 所以 从毛组计上来讲 他们就没有这种 就不像国内 我扔个身份证 你要开多少个银行都可以 在这边是没有的 穷人他用不着开 然后银行也不会给他开 连接级卡都开不出来 那你说信用卡怎么开得出来 开不出来的 是不是 然后那个扯回来 就是我朋友他们家一百多万 因为他为什么说会 我最起码得上一百多万人民币 不是印度卢博 卢博是人民币 一百多万的人民币 然后那个 因为他们打官司 他爸跟我谈过 他们家的就是计划 计划就是要买一块 买一份 这四份里面买一份 一份的价值就是一百多万 他还要推翻 还要重建 那就是 推翻家重建的话 没有一百 也得一百四五十万 所以保守估计他们家是很有钱的 你像他爸开个什么车 开个当年新车六万多 现在价值应该就两三万 那你 那你这样子 在国内 你有个一百万 你怎么也得给开个十几万的车吧 但是这边没有 就是这种消费关联 就是我能用 就是我会就用 就不是说我要追求多豪华多奢华 我这个东西要多好多多那个多有面子 不用的 一切以使用为原则 能够省的就省 他们家电视有 冰箱有 洗衣机有 然后热水器也有 空调也有 但是没有那个热饮水机 我当时我还想 去给他们家买一个那个热饮水机 我去商场看了一下 最便宜的七八百元 在换的 因为他们那种都是那种 冷温热三种的 不像国内 我也像国内那种 有种那个一两百块钱的 就是只有智能跟加热的 但是他这边没有 所以他们这边常货比 所以说很 你看不出他们都有钱 他们那边街上 我后面赚了一下 很多人家里面三四台车 三四台车 先不说房子的价值 因为房子 他们那边随便一栋就几百万 而且房子是拥有 拥有永久居住权的 就是你买了 你世世代代 足足背背都是你的 然后他们边上有一个 澳大利亚的买了一栋 然后在另外 就是在那个路口 有一个他们家是做工厂的 好像是生产什么LED 还是什么东西的 他们家在全球二十几套房产 花个三四十块钱 或几块钱的有限 即时的快钱的三四十块钱无限 研究室内就消费了 他不会想到我这个生意要多好金 或者我这个东西要多好多好 他只是觉得我要用 在我的预算里面 这个东西就只值那么多钱 就是导致整个市场 铺满了那种便宜货 所以说这就是常货比高 知道吧 第三个的话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这种穷人家的这种孩子 到底有没有未来 其实在过来之前 我觉得按照总心制度来讲的话 应该是没有未来的 因为穷人你再怎么那个 都不可能有 就是说你再怎么读书啊 因为学费啊各方面 你就不可能有那个嘛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朋友他们家隔壁 有一个小孩单亲 就是他妈妈带着 从小带着他 好像几岁就没了父亲的 后面他们家就是 也是几兄妹 然后他妈就带着他 就孤儿刮母 然后经常被他那些走礼啊 被那些叔叔伯伯欺负 但是他自己很给力 就是往死了学 就是努力学习 他跟我说他那个时候 他每天学习12个小时以上 然后拼命地学习 拼命地学习 学习了之后呢 后面搞了一个很好的学校 然后就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前段时间还买车了 买了一个新车 还有摩托车什么东西 就慢慢地就他自己都熬出来了 包括我朋友他都很吃惊 因为他很多年都没有看见过 就是隔壁 就是差不多同一个年纪的嘛 然后很多年都没有看见过他 然后上次看见 结果开这个新车回来了 他自己都都有点懵了 他说怎么可能就就分到这么好了 但是他确实他就是他确实就是这样子的 就当亲家里面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奋斗 然后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也找到了也就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些愿望吧 包括买车的东西 相信这种孩子也会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好 另外你说那个搬水的 我有发一个小视频 那个搬水的就是在视频里面也出现过了 那人家没有学历什么东西没有 人家就天天送水 一天送一百多桶 人家一天的工资也有人民币一百多块钱 我就打个折就是一百二一百三 人家一个月也有三四千块钱 最低最低 按照他们这种消费习惯 他一个月最少要存到两千多 还一年也得存个三四万块钱 也就是他这种就是你愿意去付出 你愿意去那个的话 那你肯定是还是有就是说根本就不会存在活不下去的这个事情 是不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前两年给我去卖那个 我也记得就是在市场上帮我卖耳机的那个男孩子 他们家三兄妹 他是老大 他们家是三兄弟 他是老大 那他老大的话 所以他会很懂事 他就十七岁在市场上问 然后在市场上婚到现在二十四岁 七年了 人家也有女朋友 谈了三年的女朋友 他说这两年在在准点前就准备结婚了 所以说他们并不是对生活很很很就是很消极的 他们也是在努力提升自己 他自己买了一个一家的七pro好像是 他自己戴的那个耳机都是四百块钱人民币买的 所以说他他那天看见我然后愿意帮我 然后后面我们聊了很多 所以说这种穷人家的孩子 其实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自己的奋斗 他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一些 就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一些未来的 可以有一定的 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能报复的 是不是 OK这就是优点吧 就是犯罪率其实没有想象那么高 除了一些强奸案还是强奸案 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凶杀案啊 什么灭门残案啊这些东西 没有的 他们这本事绝对不会发生那种事情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厂户比很高 很有钱也会装得很低调 你根本看不出来他很有钱 第三个的话 即使你出身很平安 但是通过努力是可以实现自己的未来的 然后这就是一些比较积极 或者比较好的方面吧 另外差的方面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差的话是有什么呢 缺点就是办事相遇的 第一道理无法想象 在他们印象当中 早上十点钟上班 然后下午应该也是五六点钟下班吧 十点钟上班之后 办事情就是很慢很慢的 他们跟我说 如果说深圳的速度就是像老鼠一样 一串就串出去了 他们这边就像蜗牛一样 很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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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深圳一天可以干掉他们这边 一个星期甚至两个星期的活 他们会习惯性的 我这个东西办了之后 我再办另外一个 就这个问题如果卡住了 要等那就只能等 他从来不会想说我要不要先把那个问题给解决一下 不存在的 我要一个问题 把这边解决之后 我再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再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把我这整个过程就很长 就会 就这种 这种准备工作 为什么说这一个月后面放弃呢 也是这样子的 效率太低了 然后一直卡一直卡一直卡 所以后面我就想了 感觉不弄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还有什么 他们缺乏资计 然后思维固化 不愿意承担风险 这个怎么讲 你想就是 这样子吧 其实南印度金奈这边 包括加尔格达 加尔格达当然是那个软件中心 南印度金奈这边 他们其实不太擅长去做生意了 他们在异扇里面 他们就觉得干不过北印度 干不过德里孟南那边 其实我们做外贸的也知道 大部分的客户 印度客户 寻盘什么东西都是来自印度孟南 很少有来自南方这一边的 因为南方这边好像在心里里面 他们就不太愿意去经商 或者说他们不擅长去经商 这中间就是我们当时去申请 那个flip card的时候 那个账号结果就被冻结了 你知道当时他们第一反应 就是不是找问题出现在哪里 是不是银行账户 跟那个公司账户名称 公司账户名称跟那个 银行的账户名称 跟公司的账户名称 是不是不一致才导致被冻结 而是他是第一反应 他跟他爸说 你看这就是印度 就是他们在印象中说 flip card从来只允许 北印度的公司入住 从来不接受南印度公司的申请 当时我就很 就就就就就就就很郁闷 我怎么可能吧 然后他说 现在flip card 亚马逊上已经太多太多卖家了 所以flip card 跟亚马逊是不可能 让我们这种南方的这边的公司 入住到亚马逊里面的 因为太多太多了 我说 你印度现在亚马逊跟flip card 你相对于中国或相对于全球 任何其他市场 你才多少卖家 多少卖家 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还是那个印度本土的卖家 那这么少的卖家 人家天天招商都忙不赢 他会拒绝你的申请吗 肯定是你哪个卖家出问题了 后面才就是flip card 那边跟联系他 然后说银行账户不行 然后又跟男人那个 他们当时第一反应 就是那个你知道吗 当时我还跟他们在争论这个事情 我说不可能的 我绝对不是说 因为你是南方的公司 然后因为是南印度的公司 然后人家不接受你 肯定是因为某个卖家出的问题 然后但是当时他们就是说 那个他说他朋友告诉他的 在南印度从来没有一个公司 可以入了 就是说只去亚马逊上 或佛里卡上去那个 他说经常被拒绝掉 因为南印度这边 没有什么优势 我天天就是这种东西太累了 我来的这一个月 我几乎每天晚上 他没事就跟我聊 天天晚上给他洗脑 就是要相信电商 要相信电商的未来 要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什么 能够实现自己理想 能够实现自己的报复 天天跟他谈 天天洗脑 天天洗脑 所以我今天晚上谈的时候 第二天睡觉 睡到十点都起来 就好像没有任何效果一样 就跟昨天一样的 就没有任何的那个 当然他也是在改变了 这个东西我下一次 回头再跟大家那个 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概念 他们就从来不觉得 我自己做这个生意 或我做这个电商 我将来能够赚大钱 他们没有这种概念的 他们是觉得 OK你来了 那我就把你搞了 然后我要说 如果发财了 如果说做好了 那是 那就是他们自信 信那个神嘛 就是神帮助的 你不是说 哦呀天哪 另外一个最后一个 就是他们这边的人的健康状况 其实很担忧 就是人均寿命才七十多岁 应该六七十岁 就是没有中国的人均寿命那么长 很重要的一点是 他们对于饮食习惯 包括生活习惯 就是很不好 饮食习惯 早上九点多十点多 吃不吃早餐都很少 有些人甚至不吃早餐 有些人就吃点 随便吃点什么饼啊 乱七八糟 然后下午一点半 到两点钟吃中饭 晚上九点多吃晚饭 所以现在这边 你晚上六七点钟去吃饭 很多餐馆是没开门的 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做 他们的用餐高风筋 晚上是九点钟十点钟 睡了就 吃了就睡 基本上 那你整个人都就是 就很容易发胖嘛 然后又加上不运动 然后经常就是在那里 坐在那里祷告 祈祷 然后那个 所以他们的人 人衰老得特别快 而且这种人的身体 就是会很容易生病 他这边 医疗行业为什么那么发达 是跟他们人体的素质 就不过跟他们的人的 本身的身体状况 是有关系的 我朋友他们附近 他们那一条街附近 就到那小小 估计得吃几个药点 也有估计也有七八个 到十来个小诊所 像他爸那种小诊所 那你想一下 方圆五百米 你就有这么多的那个 那证明你这个人 人均的身体数字得多差 竟然能养活这么多诊所 养活这么多药点 就是真的 药店就是隔五十米 就一家隔五十米一家 那就证明 这个药店的市场很大 所以说印度为什么 纺织药材那么有名 然后因为穷人本身吃不起药 或者说吃 那时候病了 肯定还是得那个嘛 是不是 所以这种医药的发达 他们医疗这边的医疗 这种系统药 医药制药公司这么多 其实也是跟他人提出 这个差异 这也有关系 你知道他跟我在 我来的第三天 在酒店 就是第二天在酒店 喝啤酒 结果喝啤酒就感冒了 感冒高了一个多星期才好 所以说身体素质真的 没有那个 他们又不喜欢运动 我看见过一个健身管 在这附近 都没有什么人进去 那你平时在街上 根本看不到有人跑步啊 锻炼这些 那人体素质也会越来越大 而且人的抵抗力 包括免疫系统 也越来越差 一个药 这个药吃了不行 就换一种药 下个药还不行 再换一种药 天天换一种药 换一种药 导致你这一次就算弄好了 你下一次 你会发现这种恶性情况 就是你整个人 对这种细菌 或病毒的免疫力 完全就越来越差 所以说就是这样子 好了就是这些啊 优点的话 就是犯罪力低 长福比高 然后穷人通过努力奋斗 也能够有很好的为难 然后缺点的话 就是半死消虑低 然后缺乏资金 又不愿成长风险 思维又比较固化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那个身体数字 真的是这种 邻居寿命都很都要短很多 OK 这就是我理解当中的印度 也是理解当中的印度人民 希望有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都不一样 我既不是什么学者 也不是什么专家 既不研究什么历史 也不研究什么政治 更谈不到什么文化 我只是把我自己所经历的 所看到的 所了解到的 深入了解到的这些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视频就这样子了 下个视频跟大家谈一谈 为什么中国人在这边做生意这么难 拜拜